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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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说明什么 说明以前曾有人进入个三行动 不然 菩提幼师也不会这么惊慌 更不会有那个脱胀的习惯性动作 听了孙悟空的解释 他发怒道 你等大呼小叫 全不像个修行的体断 修行的人 口开神气闪 蛇动是非声 如何在此让笑 记住 他提的是蛇动是非声 嗨 有过惨痛教训 再看他是如何给孙悟空说的 这个功夫可好在人前卖弄 假如你见别人要不要求他 别人见你必然求你 你若为货是要传他 若不传他必然加害 你知性命又不可保 祖师这段话更加明确指出 炫技会引来杀身之祸的 菩提祖师以上习惯性动作 和对孙悟空的训斥 说明了什么呢 说明了他在进洞之前 肯定被人严重伤害 其实 菩提祖师这番话 来源于五祖慧能 对六祖慧力说的话 他传一波给六祖师 就告诉他 别人知道你得了一波 肯定要来争夺 你要保得性命 就赶快离开这里 后来 六祖带着一波急忙回老家 但沿途仍有人追杀他 好在有惊无险 金玉无罪 怀必有罪 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不要炫富 哪怕是给你最亲近的人 这是老祖董穴的教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